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呀 今天来到了凯旋门边上 今天要去陪我们一个不好朋友去看一套房 这边都是最传统的奥斯曼建筑 这边就是房子寸土寸天 对 这边好像一平米至少也要一万三左右吧 一万三一平 就是它这个巴黎市中心这些奥斯曼建筑 虽然看上去都很美 但就是因为他们房子都太老了 基本都是100年左右的 所以他们的那个保暖啊节能效果都很差 在法国他们会有一个评级 什么ABCDEFG 好像是到最低是G 然后但是这边的房子大部分都是F的 法国今年新颁布了一个法律 如果是F的节能等级 从今年开始就不能再出租了 所以这个房价会压下来很多 看旁边 这个房子的旁边为什么说好呢 你看这半导酒店就在旁边 我们那会儿时装周明星来了都住这儿 看这个中国的石狮子 以后汉堡家门口就对着这个半导了 以后我来汉堡家又要求住这儿 巴黎整个城区为了保持一个规划形象 所以它对这个建筑的外观 颜色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就即使你想换成那种双层的那种 现代那种玻璃也是不成 遇得有那种老式的 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外面都没有空调的 在巴黎是不允许给这个楼房外面装空调的 所以在巴黎有空调是一个很奢的事情 巴黎这个奥斯曼建的外表真是太漂亮了 啊这边就是铁塔吗 他家离那个铁塔只有500米 快到他家了 他看上这套房子最大一点的优势 就是这套房子的地理位置太好了 以海旋门800米 铁塔500米 看看这个雕狼化洞 也不知道他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物约费贵不贵 77万卖出去67万 然后你65万 你先问一下那个Dylan 他这个装修要花多少钱 对啊我就是想我Dylan来给我看一下 到这个地方需要装修 我也不懂了是吧 他这个房子是法国的二楼 这中国的这个一楼叫零层 这是零层 这是一层 这是二层 这是一个小电梯 这是一个小电梯 这是单人电梯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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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看看你的新家 哎 厨房挺新的 小厨台 哎 但是他这是新的那种材质 怎么样 这就放个小一个咖啡 然后喝了咖啡啥 找个小女生 这种奥斯曼的炉高 一般应该有三米多呢 这个怎么 看这边 这是一个客厅 然后我们再往里看右手边 这个是那个浴室 这是一个大卧室 一室一厅 好像不到六十平吧 五十七平米左右 五十七平米 这边是他的厕所 厕所还是够小啊 但是他有一个这个洗手匙 在上面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比较喜欢有厕所有窗户 会通风好一点 你哪里干嘛呢 这么粗糙 咱激光子没带啊 它这边是北面 然后这边是东西走向 等于它南面 这阳光的是一面窗口都没有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这房子这边太暗了 而且 这边是这边是加了吊顶了 这边是有吊顶 所以他没有那个装饰的窗花了 你看看了吗 看这边你看就有那个 一百多年前的那个装饰窗花 他说这个房子建的时候就有 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六十五万 不喜欢 反正这个房子吧 其他都挺好 唯一就是朝向差一点 所以它这个光线不好 比较阴 好像现在这个今天这个天气 其实还挺亮的 但是这个卧室不开灯的情况下 就完全不成 还是有这么一面大窗户的情况下 反正就巴黎找房就很难有那种 是全是美的房子 但是我朋友对这个还是挺满意的 可能还是会牵线这套房子吧 他们价格都已经商量好了 所以我们就等着他装修吧 可能装修还得再投个几万 可能这套房下来加上过户费 我估计得七十七十万左右吧 或者七十万多一点 这边二手房的手续费是百分之八到九 就算百分之十吧 六十五万 那得七十多了 房子很好 是不是 房子真挺好的 方方正正的 就是朝向的问题 天天忙着赚钱 回家就睡觉 天天白天就是赚钱 根本看不到阳光的人 你只能看到金钱散发的光辉 你说对了 富婆征婚 来给富婆征个婚 不要搞这些 赶紧准备回家飞去 回家飞去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